美妻YouTuber不可能靠收益過頭 美妻YouTuber這幾年的疊欲真的嚇唬得非常大 那最高最高的話大概是 那個月大概有XX萬台幣 我覺得倫倫是一個很敬業的人 你現在有時候講好話 有壞話嗎? 他有點拖延症 睡覺的時間太長了 幸運的開始有團隊 現在有剪輯 然後有經紀人們公司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帶我的經紀人們一起去做醫美 這個別太亮的項目 哈囉大家好我是蘿蔔 歡迎回答頻道喔 今天的主題很特別 就是我要來開箱 我回來做美妻YouTuber一年半的頻道 然後我的後台收益啊 還有美妻YouTuber類好不好做這件事情 其實之前頻道大概做到三萬多 然後我就停止了兩三年 然後兩三年就去做別的工作什麼的 然後2021年底才回來 然後經營了半年之後 就是開始做全職YouTuber 到現在又過了一年多 那這一年多的全職YouTuber呢 我必須說美妝YouTuber現在真的超級不好做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多少看得出來 美妝YouTuber這幾年的點閱率 真的下福得非常大 所以每次的主題跟企劃 都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想 那我現在先給大家看我的點閱收入 馬欽要不要猜我的點閱收入多少 光我的點閱率 不包含業配 三萬美金 三萬美金我都不工作了 你覺得台幣多少錢 台幣 我覺得應該有五六萬 沒有不可能 美妝的市場非常少 美妝YouTuber不可能靠收益過貨 像我自己就是 2023最紅的影片應該就是 Blight Pink的美容師 然後我一直是去原本的美容師 跟一直是我回來找的 台灣化妝師畫的 所以那個月我點閱率非常非常高 那最高最高的話大概是 那個月大概有四五萬台幣 但也只有那一個月 然後如果平常還不錯的話 大概就是台幣四萬多 但這個月呢 我就是比較少投片 或者說 點閱比較不如以往的話 我這個月預估收益才四百美金 在美妝YouTuber真的是 只能靠業配 沒有業配的話我們活不下去 業配的價碼的話 其實就是跟著你的訂閱 往上漲 那我當然不能說我每個月賺多少 因為我每個月的業配數量都不一樣 然後現在還有包含 團購跟IG圖文的部分 那每個月的話的浮動都是有的 只是這樣子你平均下來一個月 當然一定就是比上班主要多很多 但真的是前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後來做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很幸運的開始有團隊 現在有剪輯 然後也有經紀人們公司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帶我的經紀人們一起去做 醫美這個變漂亮的項目 歡迎我的經紀人 好 歡迎你們到YouTuber 好 那你今天這個場地就交給我了 你們兩個有沒有對峙的臉 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我這樣問是不是有點太直白 對啊 就很突然間 我是沒有動過什麼地方 但是如果比較覺得要做臉 應該是余胃紋吧 余胃紋吧 但其他都很不錯這樣 融光幻化 就長得還可以啊 我應該是 止床過剩吧 你說嬰兒肥是不是 對啊 然後有點雙下巴 跟我一樣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們就是 你們可以真實的 對鏡頭說 對我的任何看法 然後你們要講的話 後來可以 我就先走 放在這邊錄啊 那我先走 你們好 我來叫我 掰掰 我覺得余倫是一個很敬業的人 在工作上 不管別人有沒有要求他 或者是他的自我要求 他都會盡力去符合 超出預期的期待 然後事情完成度都非常高 所以客戶都超喜歡他的 他是一個蠻有禮貌的人 很有禮貌的女生這樣 然後工作態度也蠻好的 他就是真的很棒 你現在的時候講好話 有壞話嗎 他有點拖延症 睡覺的時間太長了 快回來了 快回來了 你有沒有這樣壞話 有啊 他覺得很壞話啊 有啊 你哥已經要求了 我們現在帶宅的羔羊 這都是便宜來的嗎 對 我就順便幫你們預約了 蛤 所以馬琪沒有做過任何微證 沒有 那如果等下要做 你會不會很緊張 蠻緊張的 那你們兩個對臉有什麼 不滿意的地方嗎 我覺得我臉太遠了 我覺得我長得還蠻滿意的 哈哈哈哈 你們是第一次來英美診所嗎 我不是 但是妹妹是 那妳今天比較在意什麼部分啊 我覺得我的眉頭很重 OK 一般我們上半年其實 不管是妳的皺眉紋 或是抬頭紋 或是漁額紋 這些位置都是我們常常 可以用肉毒感菌來改善的地方 所以我會建議妳 就是在這幾個位置 做一些適量的肉毒感菌的注射 去改善它的皺紋 那因為這邊的皺紋 大部分都是動態紋 所謂動態紋就是 當妳肌肉在做表情 用力收縮的時候 才會起出的紋路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 如果有這些皺紋的困擾的話 我們就定期大概四到六個月 可以定期的做肉毒感菌的施打 那這個這樣子施打的好處是 第一個它可以改善這個動態紋 然後第二個是 妳長期的放鬆 妳也比較不容易形成靜態紋 要不然等妳時間久了 等妳慢慢的老化之後 妳即使不做表情 都會有一些固定靜態的紋路 今天我們可以幫妳把 抬頭啊 皺眉月的這幾個部分 一起做個治療 我們平常在使用這些肌肉的時候 它是互相會影響的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 客人這三個位置要同時治療 即使妳很在意的是 只有皺眉月的部分 可是我們還是會建議 妳額頭跟月月的部分 稍微打一點點 去平衡這三個位置的肌肉 那這樣打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 我有點下巴後縮 看起來妳下巴的確有稍微後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長效型的玻尿酸來 稍微幫妳做個治療 去修飾妳下巴的這個形狀 另外因為我們一般在修飾下巴的時候 我們會順便幫妳做 跟輪廓之間的連接跟銜接 所以這個輪廓的地方 我們會幫妳做一點修飾 像現在這種長效型的玻尿酸 它對於我們整個下巴 跟整個輪廓的結構 它的修飾效果其實都蠻好的 所以今天除了上半年的露度的話 下半年會一起用玻尿酸來幫妳做治療 好 謝謝醫生 那我沒問題了 謝謝妳沒問題了 下一位 那妳在意的位置是哪裡 我又有臉很圓 然後有雙下巴 雙下巴這個位置 其實的確是有一些脂肪堆積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現在我們有很好的武器可以做治療 就是美國消脂針 那美國消脂針其實是得到美國FDA 跟台灣FDA雙重認證 可以使用在這個雙下巴的這個整體 所以我會建議妳可以做這個消脂針的施打 那其實它的效果還蠻好的 大概我們的經驗是治療完大概 兩個月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然後這些脂肪慢慢的從這裡代謝掉之後 這個地方就會明顯的平淡很多 後面的修復期的狀況 好 打完消脂針之後 因為它在初期會有比較腫脹啊 熱啊 不舒服的症狀 所以我們診所都會貼心幫妳準備一個疏厚包 那妳可以回去使用疏厚包裡頭的冰敷帶啊 還有裡頭的說明 然後在家裡自己做冰敷 其實慢慢的這個感覺就會慢慢退掉 整個治療的位置的腫脹的時間啊 可能會長達一到兩週的時間 那因人而異 有些人可能會在一週就不是很明顯的 有些人會持續到兩週 就是注射的地方看起來會比較腫脹一點點 我想要眼睛更漂亮一點有秀嗎 第一眼看到妳啊 會覺得妳的黑眼圈比較明顯 所以人看起來會比較沒有精神 可以透過的呼尿酸的注射 在這個蘋果肌的位置 然後讓妳的黑眼圈看起來好一些些 所以今天我會在這個中眼部的地方幫妳做個調整 那我沒有問題了 因為她說沒什麼問題 那妳有沒有就是曾經照鏡子 然後覺得 其實我有哪些地方如果可以更好的話 我沒想過這件事 好 OK 目前我長得還滿滿意的 一般客戶進來 我都會建議客戶可以先從除皺開始 所以我覺得妳可以適度的在一些 比較容易出現動態皺紋的地方 可以稍微補一點肉度 那劑量不一定要打很多 就是稍微放鬆 讓妳笑起來的時候 或是做表情的時候 這紋不要太明顯了 那它也可以預防之後老化的靜態紋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 我看到的比較明顯的 就是妳的髮令紋 髮令紋啊 跟我們嘴角下面這末紋 這兩條 然後還有我們眼睛下面這個紋 其實都是比較容易看起來顯老態 跟 看起來比較有疲憊感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以妳的狀況的話 妳可以在這個髮令紋的地方 稍微做一點點填補 所以就會平了吧 對 它不會完全變平 因為如果我們完全沒有髮令紋 看起來也很怪 就是看起來臉會覺得很不自然 所以我覺得就是把它淡化 可是我非常怕痛的 就是一點小傷口都覺得很痛 然後就是稍微輕輕刮到 或打折什麼都超級怕痛 其實注射這些位置啊 都不會很疼痛 因為像我們 其實玻尿酸裡頭都有麻藥 所以其實我們只有入症的時候 妳會有一點點增感 但那個增感我們可以透過麻藥 來降低它的疼痛 但實際上在推注玻尿酸的時候 因為我們玻尿酸裡頭也含有麻藥 其實我們很多客人甚至覺得玻尿酸更不痛 其實我們也有像基因患膚症這樣子 可以改善膚質的這個療程 基因患膚症主要是透過三效水凝科技 它可以先矯正我們角質的代謝速度 透過它們獨家的科研技術 來結合我們這個皮膚的膠原蛋白 整個強化我們肌膚的彈性 讓我們肌膚就像敷完面膜一樣 不坦 而且它可以維持時間比較長 那它可以讓整個水凝感有理向外的透亮 因為這個基因患膚症 我們主要是注射在皮膚的真皮層 那我們知道這個玻尿酸的本身抓水的能力就很強 那再加上我們注射進去的玻尿酸 都是經過膠煉的 它不容易被身體分解掉 所以它可以在皮膚維持的時間會比較長 會比較久一點點 而且像這些玻尿酸 它喊麻的氣勤打完之後 它會持續讓你皮膚麻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很擔心 會把你好好地準備 皮靈現在很緊張嗎? 對我非常緊張 你變得很緊張 但是要打的時候要跟我講一下 你眼睛是打開的看 因為我不敢開眼睛 因為它叫我打開 喔喔喔喔 因為你有眼 我可以閉起來嗎還是我一直要打開 所以你可以閉起來 到你開了我就緊張了 哈哈哈哈 我的壓力有點大 好 好 你看你多厲害 根本就不痛 只是慌張 好棒棒 現在打完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了 然後我覺得我的玻尿酸 效果很強 因為我其實之前拿玻尿酸 我穿過打過輪廓線 但我會打完之後 我這一個月拍照也是不用修圖 就變超尖的 看得出來對不對 真的 麻吉也是 我也都不用修了 對 然後我下巴就是形狀真的是很漂亮 因為我之前跟現在比真的差很多 真的變得非常大的上香 因為我們家其實算是非常皺眉家族 我們超皺 我覺得這個也差很多 那這個算是一個可以預防老化 就是上十歲以前打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項目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大家也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Facebook再去找我玩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可以 拍子 ANG